这天道客闲来无事 在网上意外发现 一辆车况相对不错的宝马 看完图片跟介绍后 心想最近没啥事 老婆本暂时也用不上 于是最终以将近两万两千马内 拍下了眼前这辆 20款的宝马530i 不过这车子的所在地挺远 好像在那个北卡罗来纳州 这部大中午刚给车子拍下 道客就开着拖车 往那里刺溜了过去 只为能早点见到心爱的车子 一到地方 道客就看傻眼了 整个停车场几乎都是宝马 找了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辆车子 不过他这根介绍 是不是差得也太大了 图片看的是辆红色的 而这却是亮白的 而且他的引擎盖没丢 第一眼看到他 道客自己也没缓过来 这辆明显比那辆红色的状况要好许多 咱们可以看到 也就前保险杠跟左侧椅子版 还有后保险杠被撞得拆卸掉了 其他都没啥大问题 最让道客高兴的是这个大灯还在 就这个去订新的 都要2000码内 到现在道客还不怎么相信 这辆车子就是自己拍的那辆 在询问工作人员后 确实就是这辆 才放下了心 而且 这车子前车主也就开了6000多英里 总理程数相对比较少了 尾灯坏了一个 另外一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过 从道客这满脸的笑容 这辆宝马530i肯定是拍的直了 另外他还能正常行驶 没有机械损伤 瞧给道客乐的 beautiful差点又要整了出来 这妥妥的捡了个便宜啊 车况简单查看完事 道客随即就将车子 开上自己的拖车 轮子固定好后 紧接着就往回赶了 这去的时候 还是大中午 回来都傍晚了 光提个车 都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给心爱的车子清洗一遍 然后开进修理车库 刚刚没仔细看 他这车门还被撞凹进去了一大块 还有尾部测裙的轮煤位置 也是 这就得多花点时间了 先把车门的内饰板拆卸掉 取出车窗 对受损的位置加热一遍 利用一根小铁棍往外慢慢顶 后车门这块就比较麻烦 需要先安装上一个固定键 然后再加热一遍 将其拉出来 接着加热 慢慢敲平 再给圆漆打磨掉 接下来就该处理轮煤这位置了 将车子举起 拆掉尾轮 取下阻尼板 依旧是利用工具往外拽 用小锤敲平后 再打磨掉圆漆 圆里都一样 不过 他这轮没有明显的车身线条 所以 处理起来有点麻烦 下面 咱们给受损的地方 刮上一层蜜子 轮煤线每次打磨一遍 都得重新标记一次 倒客这是又刮了一层油料 修复好后 倒客对比了一下 不能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五六 应该有 看来 自己这手艺又长进了不少 好 好 好